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7号星期四 中国9月5号 全国人大发布了 叫五个新修法案的征求意见稿 其中有一个就引起了这种争议 就是说伤害民族感情也算犯法 他是这么说 他说其中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第34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说 第二款说 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 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第三款说 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 只有算是治安处罚条例里来讲 一般来讲不会判太多 这一般也就是拘留或者罚款 我估计就这样子的 因为毕竟他是治安 他不算刑法 有的人对这个就意见非常的大 觉得怎么说 我是不是穿西服打领带 都算伤害中华人民 汪国的感情 我是不是穿长袍马褂 是不是就这种说法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 我认为这个立法本身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在执法 就是看你怎么执法 这个立法没问题 但是执法一旦有问题就有问题了 你懂吗 就跟这个比如疫情期间 有那个就是那个调整码健康码 你还记得吧 有的健康码呢 对于这个保护疫情其实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执法 就是立法是可以有这东西的 但是你执法的时候 如果滥用调整码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不满意 你什么那个当时不是河南村人银行出问题了吗 他就把那些呃出来这个抗疫的人 也弄成红码了 你知道吗 那你如果滥用他就有问题 如果你不滥用的话 立法本身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啊 呃 当然有的人就不服不服 我跟你说咱们看看 咱们这样 这个我知道 其实这个事呢 他也是按照这立场的划分的 肯定都是这个反贼们 都是说这个不能有 对不对 小粉红小五毛呢 可能也不支持 据说胡锡进都不支持啊 这个东西呢 咱们咱们来看看这个欧美 因为你要反话反共 肯定你对欧美的法律是比较支持的 我们来看看啊 欧洲的很多国家啊 尤其是北欧的一些国家 是禁止使用纳粹标志 纳粹服装 禁止宣扬纳粹思想 就是那种纳粹的那个帽子上 不就那个万字帽 你知道吗 戴着万字帽 还有万字肩章 然后他有那个鞋带子 然后出来了之后 不是就那种就是嗨什么什么 知道吗 嗨西什么的 我不说了 我不说 我都担心惹问题 他们还有一个手势 手势是这样 是不是 不是这样 不是 我知道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知道 但是我不敢做那手势啊 我怕这个鸡手 惹麻烦 对不对 然后那个口号我也不敢喊 他的手势我也不敢做 但是你知道 你如果在那些国家 如果你穿着那种服饰 做这种口 手势或者喊这种口号的话 你觉得可能就是个行为艺术 开玩笑 那你是出犯法律的 你可能是要这个什么的 你懂吧 当然这个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说 像中国吧 跟欧洲又不太一样 欧洲对纳粹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 你知道吗 你在欧洲好像是这样 欧洲你如果穿着日本的那种军服 就是那种日本二战时那种军服 然后呢 就是拿着那五十刀 这没事 但是你要穿纳粹的那套东西就不行 你知道吗 中国呢 我觉得这样 中国你要穿纳粹的吧 我觉得他管不管 这我真不知道啊 但你要穿日本那套东西呢 他就不接受 这主要就是说二战的话 他是受害国 就是说主要是看哪个加害的 你懂吗 就是说欧洲 因为他很多都是被德国害的嘛 所以他就纳粹的特别反感 那中国呢可能对日本就比较反感 对纳粹的就没什么这种感觉 你懂吗 但是呢 就是说呢 在欧洲呢 你也不是说你想穿啥就穿啥的 你也不能伤害欧洲人民的感情 尤其是呢 不能够伤害这个 呃 犹太人的感情 现在就是说你反游的话 是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这个罪行 你懂吗 因为你要搞纳粹的就是反游嘛 对不对 你就是呃 反游或者这个这个呃 恨游孔游 这都这都不行的 你像美国像那堪严违斯特不也是吗 堪严违斯特不就是说 他就是说了一句特别反游的那种话吗 在反犹太人的那种话吗 那堪严违斯特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呃 全面封杀啊 所有的这种就全部了 全部都呃呃 就全完你知道吗 他也是受到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和这种伤害 其实就就是开面的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反游的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 这个当时这个欧洲啊 那在美国呢 是这样子啊 美国的话 你如果就是说你你反游也是不行啊 那现在还有就是说呢 你如果反非洲裔 也是不行的 你像这个非洲裔的话 这N开头的这个词汇 你是绝对不能说的啊 呃 还有呢 是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说啊 挑衅性质的言论啊 包括呢 通过展示歧视 做出特定动作等行为 表达某一种观点 不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如果是吟碎的 猥亵的 诽谤 及挑衅性言论 也都不受呢 刑法保护 就你个男的看见女的 你说那些就是 那那种 胡言乱语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拿那女的就是各种那什么的话 这也不行了 这不受 呃 不受刑法保护啊 挑衅性言论呢 只会造成伤害 或可能即刻招致和平的破坏 呃 直接引起对方的暴力行为的言辞 还有呢任何人 如果以激发某种 这种基于种族宗教性 为等原因的仇恨 或认为目的 在公共或私人场合 展示呃 或者描绘一些东西 比如说什么燃烧十字架呀 还有佩戴纳粹的标志啊 这些呢都属于呢 轻罪啊 这个是轻罪啊 呃 那你带纳粹标志 这个当然是哪 这个美国欧洲都不允许 这个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这个燃烧十字架是怎么回事 说这样啊 这个燃烧的十字架 是三K党的象征 这个也不允许 还有呢 就是说那个就是三K党 他穿那白袍 就那种尖头白袍 然后露 你知道你三K党吗 然后呢 还有就是比如说燃烧十字架 还有一些三K党的首饰 首饰我就不给你学了 这些都是不能做的 三K党的首饰知道吗 见过吗 是那种朝下的那种 知道吗 就跟那个做那个OK的 那个首饰一样 但是朝下 那就是三K党的首饰 你知道吗 跟那个非常接近啊 我也不给你展示了 都不太敢 这你要知道 即使在美国 有些东西 你也是不能做的 那这些呢 都都 在欧洲和美国 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做这些东西 它不属于你的自由 它属于你什么呢 它属于你伤害了 美国人民的感情 或者你伤害了 欧洲人民的感情 那这个种 就是说伤害民族感情 这个允许不允许 实际上在美国 欧洲是允许的 比如说你伤害了民族 民族 各个民族都有可能 比如说你中国 你是汉民族 那美国有这种非洲裔的 非洲民族的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分支 还有像什么 犹太 这也算一个民族吧 一个种族 对不对 你伤害了 比如说非洲裔的感情 或伤害犹太人的感情的话 这在美国 这也是这个 文化分质行为 在欧洲也不允许 所以呢 这个事我觉得 从立法本身来讲 因为欧洲 美国都有类似的法律 就是伤害民族感情啊 佩戴一些有损这个民族感情的这种服饰啊 纳粹的服饰啊 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那些反的人呢 就是真的是为了反而反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说 比如说欧洲美国 如果立法不允许佩戴纳粹标志 不允许喊纳粹口号 不允许穿纳粹的服装 不允许穿3K党的这种服装 美国那种3K党 3K党的服装 对不对 这个美国有一些极右翼 不特别喜欢穿这种3K党的服装 这不允许啊 这些都算是国内恐怖 恐怖主 恐怖分子都要抓着坐牢的啊 反正在欧洲美国呢 你就你就能接受 在中国呢 你就觉得呢 你不能接受 那这个东西呢 那我也就没就没办法 当然了 这个东西就在这 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 立法本身没有问题 关键是执法 你要是瞎执法就有问题了 如果他真的穿了 比方纳粹的服装 日本这个军国主义的服装 什么的 对不对 你这个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如果就只是穿了 普通的日本和服 你就要抓的话 那这就有问题了 你明白吗 就是说立法是可以这么立的 因为欧洲美国都那么立 但你执法的时候 你这个度要掌握好 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有问题 对吧 还是跟那个健康码一样 对吧 如果他真的得了病 那么我给他一个红码 不许他乱跑 保护一下其他人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他不是得了这个病 他只是得到政府不高兴 你就给他一个红码的话 那这就有问题了 你懂不懂 就是说你执法上 只要能够严格执法 合法的去运用这套法律的话 这套法律本身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 就是说 上面这个经的永远都是好的 下不得歪嘴的和尚 永远能把这经念歪了 那就没办法 你懂吗 你要是这么搞的话 没有哪条法律是应该的 你还说杀人偿命 你要杀人偿命 是不是在哪儿都应该有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如果他是自卫反击 对不对 你像之前有一个在马路上 有一个开个宝马 那哥们 那个电动车 他从车上拿把刀过来 去拍人家 那个人抢过刀 他给了一刀 把他捅死了 对不对 按理说杀人偿命 这个是不是应该坐牢 或者枪逼 对不对 但最后不要把他放了 因为他是自卫 他虽然是杀人 但是是自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法律定在这里之后 关键看你怎么去执行这个法律 你懂吧 所以我只能说立这个法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汉民族 也有汉民族的感情 犹太人犹太人的感情 非洲裔有非洲裔的感情 对不对 你不服 我就觉得就这样子 哪个中国人不服 我知道很多美国的这些反共的不服 就说不服 我说你这样 你在马路上 你找那个 就是说你看有没有那些非洲裔 他特别喜欢 在马路上就是说大家蹲一圈 在那吊烟聊天 你知道吗 你就过去 你就是说点 你就带一个3K党内头套 然后去了说那N开头的词 然后你看看你在下场怎么样 如果没事 那说明 那没事 美国是可以伤害民族感情的 对不对 如果有问题 我相信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说明在美国 你也不能随便伤害民族感情 你知道吧 尤其是特定民族的感情 这就绝对不能伤害 你伤害之后 我跟你说 我就是跟你开玩笑 你也别认真 我担心你雪剑当场 你知道吧 是不开玩笑的 那个非洲裔 就可能直接腰里别人家伙掏出来 就给你两枪 你知道吧 打完他都跑了 你都没这找到去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说你在中国 你这个伤害民族感情 最多可能就是说 我不知道居留15天 发外国外块钱 对不对 发外国外块钱人民币 教育你一下 你出来骂个街 对不对 你在里边写了个检查 出来开始骂街 就完事了 你在美国 你如果伤害民族感情的话 你可能雪剑当场 你当时可能想念不保 你要做一定的心理准备 当然 他也是不一样 你在美国无意 你要骂白人 可能还好一点 是不是 你骂白人的话 白人他自信心比较强 他的感情也比较 不那么脆弱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 前两天 他刚刚发生 有一个白人在马路上 专门找非洲裔去枪杀 去刚刚发生过 我记得就是上个月 还有上次的 巴夫鲁是不是也是一个白人男性区的一个黑人聚集区的一个超市 专门去枪杀非洲裔 他因为最近你叫白人 他占比越来越少 自信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不自信 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种被迫害的那种感情出来了 所以现在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白人的极端的种族主义者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说这种deep state 就是美国的实际政府有意义的要在美国就是说减少白人的数量 然后增加其他少数民族的数量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是一种针对白人的一种迫害行动 当然这种人是少数的 但是是有的 这种人也在美国进行一些非常恐怖的一些行为 所以我建议你在美国的话 就是白人的感情 你最好也别轻易伤害 你也不好说 你就碰上一疯子 你知道吗 他这都不好说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他的感情的 你知道吗 这个感情都不好轻易去伤害 虽然汉民族 我知道有一些汉民族精神比较强大 觉得说着我们没事 我们地大物博 我们那个什么 对不对 但是有想不开的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这句话 我觉得立法本身保护某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感情 这个是放之思产而皆准的 我觉得你看你在穆斯林 这次是不是卡塔尔世界杯 有两个英国情迷去导乐 而且穿着十字军东征的服装进去 然后被人扣押了 然后好像扒了光上内裤 给他俩滚蛋了 把他票一个没收了 让他滚了 然后他俩发了视频 说你看他们不准许 最后英国也不支持 英国媒体也不支持 英国媒体也不支持 两个傻逼去那丢人现眼去了 你懂吗 英国也不支持的 你看那个新闻了 他以为英国政府或者白人 或者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会 这是没有的 天主教也不支持 英国政府也不是 英国媒体也不支持 英国人也觉得是两个250 你知道吗 人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他偏穿着十字军东征的去了 然后被人把衣服扒了 扒了之后给让人踹上去了 票也被人没收了 票也白买了 不让他进场 把他轰走了 那就是说对吧 你去穆斯林国家 你伤害穆斯林感情 这还不错 这是世界杯 大家都在那看着没有出现过于血腥的东西 但是如果不然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前两天我看见还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非洲裔 他不是美国人 他是一个有哪个国家的移民到美国 他是难民到了美国 到美国拿了一张美国 就慢慢的不就是政治庇护什么 拿了美国护照 拿了美国护照之后 去日本旅游 到了日本 在日本地铁里边去逗日本人玩 就说 美国人给你扔了圆单 你怎么着 然后日本人就急了 然后你在那日本骂他 骂他他就走了 走到之后 他是现场直播的 他傻缺缺心眼 他现场直播的 现场直播被日本人看到了 结果有个日本的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机车党 那种就是穿上皮 一看大摩托 就来了 直接就给他堵那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怎么着 他吓着赶快跑 他跑 跑那个在后面追着他 追着他卷 你知道吗 就是伤害这个大和民族的感情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伤害 后来好像 我知道平台把他账号整个封禁掉 他是通过这种账号 靠别人打赏 什么去挣钱 这是他的一个工作 最后平台把他整个账号封掉 而封掉之后 是全面禁止他 就是说 永远都不允许他再开账号 等于把他的工作给他取消掉了 所以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 你说伤害民族感情这个事 我个人觉得 你去日本伤害大和民族感情 我估计他也不接受 你去卡塔尔 你伤害穆斯林的感情 他也不接受 你去北欧 你去拿纳粹的东西 去刺激他们的脆弱的神经 我估计他们也不能接受 所以 对 那为什么就是说 你在中国是可以伤害 这个汉民族的感情 对吧 所以你们再想想 好不好 我个人观点 但是就是说你执法 你可别胡搞 对不对 别真的穿个西服领带 你也觉得 穿个西服带个领带 你也觉得伤害你民族感情了 对不对 你要这么搞那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关键还要看执法 好吧 就是说 就不知道怎么执法 对不对 没准 就跟义科团一样 划了根洋虎 看头 对不对 你跟洋人在一块 所以这个东西 只能等一等 因为他现在还在一个 就是说问心阶段 最后会不会就正式的法律 是不是这么定的 咱们也不知道 然后出来之后 还要看他怎么去执法 对吧 我们就只能就说看一看 但是我只能说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 这么立法本身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美国欧洲 都有类似的这种法律法会 好吧 才能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知道你们为这个又吵的 狗咬狗一嘴猫 好吧 那这一段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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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